三胎政策亂象大陸醫院被爆拒絕育手術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從對民眾進行強制墮胎、強制絕育 到鼓勵多生、拒絕絕育手術 中共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 就完成了180度的政策大轉彎 中共正面臨人口危機 近期更通過推動三胎政策 發放津貼等提高出生率 根據美國華盛頓郵報 12月9日報導 一位中國醫生透露 國家新的計劃生育規定不再允許 進行絕育手術 文章舉例說 有一位任職網絡公司 客戶服務的30歲剛性男子 為了做絕育手術 在家鄉福建省 找了6家醫院都被拒絕 最後今年3月 走到距離1,200英里外 四川成都市 才得以順利結集 他在一家論壇上 發布了求診細節 和醫院聯繫方式 但後來其他網友說 該醫院現在已停止結束手術 華盛頓郵報 聯繫了包括上海、北京 和廣州在內的12家公立醫院 都表示他們不再提供絕育手術 還有6家醫院表示他們仍在進行手術 但其中一家表示未婚男性不能進行手術 但被採訪的男子都表示 醫院和醫生拒絕進行絕育手術 有些醫院甚至會要求出示結婚文件 以及以生育小孩的證明 才肯做手術 理論上這是很簡單的手術 但公立醫院將病人拒之門外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做一些政府 沒有明確批准的事情 會有風險 荊州市一家醫院的楊院長說 他不願透露自己的傳名 現在基本國策是 生更多個孩子 中共政府放鬆獨生子女政策後 通過提供現金補貼 更長的育兒嫁等鼓勵生育 但都失敗 根據11月發布的官方數據 中國2020年 每千人的出生率為8.5 是70多年來的最低點 根據官方數據 隨著中共放寬計劃生育規定 進行的書貞館撤除數量 從2015年的149,432次 下降到2019年4,742次 今年11月底 在《中國報道網》發布了 落實三孩政策 黨員幹部應建行動 這篇文章近日 才在外媒中爆紅 文章要求黨員必須帶頭生三胎 因為這是每一名黨員幹部 履行國家人口發展的義務 引發西方媒體的圍觀和評論 自由亞洲 引用重慶學者將起的話說 中共的人口政策 隨著執政者的需要 而不斷變化 早期為何要實行英雄媽媽 鼓勵生育 是為了備戰 擴大生產 到了七八十年代 搞計劃生育 是為了人口問題帶來的負擔 現在逐漸開放生育 是因為要擴大內需和增加稅收 中共在考慮政策和法令的時候 是從維穩和收錢這兩個角度考慮 既沒有站在執政為民的立場 也沒有站在人權的立場 安徽網絡評論人沈良慶表示 計劃生育本身就是一個 嚴重踐踏人權的所謂基本國策 生育本來是個人的私事 但是由國家來干預 他說地方政府採取公利主義的態度 用野蠻手段 甚至不惜殺人 有嬰兒甚至生出來就被處死 現在人口和勞動力出現問題 又鼓勵多生 旅美人口學家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默迪遜分校 副產科學系 易富賢博士近日表示 中國的實際人口 應僅12.8億 且官方低估人口減少的速度 三胎政策對提高出生率的作用 也未乎其微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大紀元記者徐簡 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